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据运算体系 好 那么现在就请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课程吧 算法基础知识第二部分的课题是运算符与表达式 本课的内容包括 1.运算符 2.弹数 3.表达式 今天的课程内容会包含一些小练习 请大家准备好纸和笔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的内容 运算符 运算是对数据的加工 在数学课上同学们肯定已经学习了很多种运算了 你能举出一些例子吗 你一定会说加减乘除吧 没错 在计算机中 这些被称为算数运算符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遇到关系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等 它们的优先级也从高到低 优先级通常用数字表示数字越小 优先级越高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算数运算符 大家应该还记得上节课中学习的基本数据类型吧 有数值型数据 字符串型数据 逻辑型数据 算数运算符 是对数值型数据进行的一种运算 其结果也是一个数值型数据 我们上节课曾举过的一个求加速度的例子 其中就用到了算数运算符 同一种运算 在不同的程序设计语言中 所使用的符号也不一定相同 下面我们就以Visual Basic语言为例 来看一下各类算数运算符的运算规则 在VB中 乘法运算的符号为新号 除法运算的符号为斜杠 加法和减法 使用的符号分别为加号和减号 需要注意的是 乘法运算的新号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省略 也不能用其他符号如点来代替 让我们来看几个范例 3乘以2.5的结果为7.5 7除以2的结果为3.5 A加B是求A与B的和 A-B是求A与B的差 在算数运算符中 乘法和除法的优先级为3 加法减法的优先级为6 这和我们数学中的先乘除 后加减的运算顺序是一致的 那么其他的算数运算符有哪些呢 我们依次来看一下 沉密运算使用的符号为乘方号 它的运算优先级为1 比如说25的0.5次密 结果为5 取负运算符号为负号 它的优先级为2 负A意思就是求A的相反数 整除运算使用的符号是反斜杠 它的优先级为4 那么7整除2 它的结果应该怎么计算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7除以2的运算过程 7除以2 伤为3 余数为1 整除运算 取得就是整数部分的伤 也就是3 求余数运算 运算符为mod 它的优先级为5 那么7mod2 其结果又是多少呢 我们还是看一下刚才7除以2的运算过程 7除以2 最后的余数为1 那么7mod2的结果 就是取余数1 需要注意的是 mod的运算结果 其符号取决于第一个数 比如说 -7mod2 它的结果是-1 7mod2 它的结果就是1 让我们来做一些练习题吧 请大家拿出纸和笔 一起来练一练 -7mod2 -7mod2 好 大家都完成了吗 第一小题中 根据优先级 先做B乘以C 再做加A 最后的结果为7 第二小题中 根据优先级 先做CmodB 再做加A 结果为2 第二题的运算顺序是 先做5的平方 结果为25 再做2乘以25 结果为50 24除以4的结果为6 最后再做整除 50整除6 结果为8 这些题目 大家都做对了吗 对于数据的运算 除了加减乘除之外 我们还会比较它们的大小 这被称为关系运算 关系运算符 可以对数值型数据 进行关系运算 也就是比较大小 其结果是一个逻辑型数据 True 或者是False 在VB中 所有的关系运算 优先级都为7 也就是说 当算数运算结束后 才能进行关系运算 且关系运算符之间 是从左至右 依次运算的 关系运算符包括以下几种 相等 用等于符号 如3的平方等于3乘3 结果为True 不相等 用两个尖括号 如6不等于7减2 其结果为True 小于用左尖括号 如4加1小于5 结果为Boss 大于用右尖括号 比如10大于10 结果为Boss 小于等于用左尖括号 加等号 比如10小于等于10 结果为Q 大于等于用右尖括号 加等号 比如3加2大于等于5 结果为Q 除了数值型数据 可以进行关系运算之外 字符串型数据 也可以进行关系运算 运算结果也是逻辑值 可能有同学会问了 难道文字符号之间 也有大小之分吗 大小依据又是什么呢 字符比较大小的依据 是ASC编码表 编码值的大小 决定了字符的大小 所以字母表中 越靠后的字母越大 小写字母比大写字母大 字符串 是从左至右 每个字符 依次比较大小的 直相等 则看下一个字符 直到某个字符 比较出大小 或是某个字符串结束 比如 字符串AB和ABC比较大小 左起前两个字符相等 比较第三个字符时 AB字符串已经结束 所以字符串ABC较大 又比如 字符串ABC和ABBC比较大小 左起第一个字符 小写A相等 第二个字符 小写B比大写B要大 所以字符串ABC较大 后边的字符 就不参与比较了 字符串除了能比较大小之外 我们还能用加号 对其进行连接 比如 字符串你 加字符串好吗 结果为 字符串你好吗 字符串一二 加字符串三四 结果为字符串一二三四 其实在上一节课中 我们已经和关系运算见过面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一段用伪代码描述的算法吧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 这个例子中哪里用到了关系运算呢 你一定发现了 我们需要判断T是否和设定的密码相等 这里 这里就用到了关系运算中的相等运算 写的更具体一点 就是T等于设定的密码 让我们来看一些练习题吧 请大家拿出纸和笔 一起来练一练 第一题中 A选项两个字符串显然不相等 结果为false 博尔和C选项 左起第一个字符 大写A比小写A要小 结果为false 所以正确答案为dog 第二题 根据优先级 先计算B-A的值为1 再计算A大于1 结果为false 这些题目 大家都做对了吗 关系运算的结果是一个逻辑值 那逻辑值能不能继续运算呢 这就需要用逻辑运算符了 逻辑运算是对逻辑值的运算 其结果也是一个逻辑值 逻辑运算在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 比如 我们在登陆网站的时候 需要满足用户名和密码都输入正确 才能登陆系统 这种判断两个条件 是否同时成立的运算 就属于逻辑运算 基本的逻辑运算 由非运算Not 与运算And 和或运算Or组成 它们的优先级分别为8 9和10 那么逻辑运算如何求值呢 比如 Not 3大于2 它的值是多少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逻辑运算符的真值表 非运算Not 相当于取反 当A的值为True Not A就为False A的值为False Not A就为True 与运算And的运算规则是 两个参与运算的逻辑值 必须都为True 结果才为True 如果有一个为False 结果就为False 比如 True and True 结果是True True and False 结果是False False and True 结果是False False and False 结果是False 或运算Or的运算规则是 两个参与运算的逻辑值 只要有一个为True 结果就是True 只有当两个都为False 结果才是False 比如 True or True 结果是True True or False 结果是True False or True 结果是True False or False 结果为False 所以 Not 3大于2 相当于Not 2 结果为False 那么 25大于等于10 and 25小于20呢 它相当于True and False 结果为False 25大于10 or 25小于20 相当于True or False 结果为True 让我们来看一些练习题吧 请大家拿出纸和笔 一起来练一练 第一题 X大于等于A和X小于B是同时成立 所以答案是X大于等于A and X小于B 第二题 根据优先级 先进行算术运算 得到结果分别是3 5和4 再进行关系运算 得到结果为False True和True 最后进行逻辑运算 先运算 and 得到结果为True 最后运算Or 答案为True 这些题目 大家都做对了吗 二 函数 函数是预先编好的 用来完成特定功能的程序 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通常都会提供一个函数库 用户可以很方便地使用 其中的内置函数 以完成各种复杂的任务 用户也可以开发自己的函数 并把它加入函数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Visual Basic中的常用内置函数 ABS函数的功能是 求X的绝对值 例如 ABS-3.1 返回的结果是3.1 SQR函数的功能是 求X的算数平方根 例如 SQR4 返回的结果是2 RNT函数的功能 是求小于等于X的最大整数 例如 RNT3.5 返回的结果是3 请大家特别注意 RNT函数的取整方式 如果 RNT-3.5 那么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几呢 通过竖轴 我们可以看出 小于等于-3.5的最大整数是-4 所以 RNT-3.5的返回值是-4 你做对了吗 让我们来看一些练习题吧 请大家拿出纸和笔 一起来练一练 我感到 Brittany 我感到你 会得到你 看来 我感到你 我感到你 有什么 都没想到你 我感到你 会得到你 并不思考 你骗得到你 第一题,先进行算数预算 1.956乘以100加0.5得到196.1 再使用INT函数取整得到196 最后除以100,所以最后的结果是1.96 第二题,INT1.9得到1乘以-4得到-4 ABS-4得到4 SQR100得到10 最后的结果是40 这些题目大家都做对了吗? 3.表达式 当我们把常量与变量、函数等按一定的规则 用运算符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字符序列 我们就构成了表达式 表达式通常用来描述值的计算过程 或者是情况的判断过程 我们在刚才的课堂任务中 遇到的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表达式 在同一个表达式中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运算符 则先执行优先级高的运算 同优先级的运算 一般按自左向右的顺序执行 如果表达式中有括号 则先计算括号内的表达式 如果有多层括号 则按由内向外的顺序进行计算 注意 括号一律采用小括号 我们一起来看几个练习 本题中的第一个条件 X背3除余2 可以用Xmod3等于2来表示 第二个条件 背5除余3 可以用Xmod5等于3来表示 这两个条件是运切的关系 所以用and连接 来看一下第二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这道题目的答案有没有写成这个样子的同学呢 分母如果不加括号的话 运算顺序为先除2再乘A 那么A就乘到了分子上去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错误答案 那么正确的答案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可能有的同学写的答案和正确答案并不完全一样 不过没关系 可能你的答案也是正确答案 比如 B平方我们写成B乘以B 根号不用SQR函数 而用0.5次米 分母的括号2乘A写成除2再除A 都是可以的 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的写法 并不只有一种 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学习了运算符 函数和表达式的基本运算规则 这是我们学习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 最后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作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了那么多新知识 大家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和老师进行线上答疑 好 本期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